你敢相信17岁的他 只用一技就把势力强大的军阀刘勋玩得团团转 不费吹灰之力 轻易地就控制了一手难攻的卢江 他就是孙策 这一技便是吊虎离山 吊虎离山是36级的第15级 此级是一个调动敌人的计谋 36级原文记载 戴天以困之 用人以诱之 亡俭来反 意思是若遇强敌 要利用自然条件去围困敌人 用人为的假象去诱惑敌人 如果前进有危险 就返回原地 把敌人引诱过来 让敌人丧失他的优势 使自己由被动变主动 吊虎离山的计策 出自明代吴承恩的小说 西游记第53回 孙悟空为了取落胎拳的水 用吊虎离山的计策 把镇守落胎拳的如意真仙引走 让沙僧去取得了水 原文孙悟空说 才然来 我使个吊虎离山之计 哄你出来征战 却着我失地取水去了 这便是吊虎离山计策的由来 所谓吊虎离山 就是设法 使老虎离开原来的山岗 以便乘机行事 这一计策 虽然记载的时间比较晚 但是很早就有人在用了 东汉末期 天下大乱 北边的羌人也趁机叛乱 于是朝廷派于许前去评判 于许的军队在陈仓小谷一带 受到羌人阻击 这时 羌人士气正旺 又占据有利地势 于许不能强攻 又不能绕道 进退两难 此时于许心生一计 决定骗羌人离开坚固的据点 然后分散他们的兵力 于许命令军队停止前进 就地扎营 对外散步行军受阻 向昭炎请求派兵增援 羌人见于许停止进军 再等待增援部队 就放松了戒备 分散到其他地方抢夺财物去了 于许见敌人离开了据点 立刻下令军队日夜兼程 快速通过山谷 他命令大军在前行时 沿途增加灶台的数量 羌人见灶台增多了 就误以为朝廷援军已到 自己的力量又分散 不敢轻易出击 于许顺利地通过陈仓小谷 转入外线作战 枪人在时间和空间上 都陷入了被动局面 不久枪人的叛乱就被平定 于许故意等待援兵 松懈敌人的斗志 分散了他们的兵力 他日夜兼程行军 充分利用了时间 他增加造的数量 让敌人误以为援军已到 不敢轻举妄动 都在于扰乱敌人 最终使用吊虎离山的计策 随意吊动敌人 取得了平枪的胜利 所以吊虎离山 是一个吊动敌人的计谋 虎是指强敌 山指良好的地理条件 强敌又得地利 那就如虎添翼 如果吊动敌人 丧失良好的地理条件 就会使敌人画墙为弱 公元199年 年仅17岁的孙策计划向北推进 准备夺取卢将军 卢将军难有长江之险 本有淮水阻隔 一手难攻 而且占据卢将的军阀 刘勋势力强大 野心勃勃 孙策如果硬攻 取胜的机会很小 他和众将商议后 定出了一条调虎离山的妙计 刘勋此人极其贪财 孙策派人给刘勋送去一份厚礼 并在信中把刘勋大肆吹捧一番 并表示要与刘勋交好 孙策还以弱者的身份向刘勋求救 刘勋见孙策极力讨好他 万分得意 上寮一代 十分负数 刘勋早就想拒为己有 他见孙策软弱无能 免去了后顾之忧 决定发兵上寮 孙策时刻监视刘勋的行动 他见刘勋亲自率领几万兵马去宫上寮 城内空虚 心中大喜 刘勋这头老虎几被调离山头 此时正是去占他老挝的最佳时机 于是孙策立即率领人马 水路并进 袭击卢江 几乎没肺吹灰之力 就十分顺利地控制了卢江 刘勋猛攻上寮 一直没有取胜 得知孙策攻占卢江 才知中计 后悔已经来不及 只能灰溜溜地投奔曹操去了 在实战中 调虎离山的计策有三种用法 一是引蛇出动 便与我方为鉴 二是使敌方丧失地理优势 由主动便被动 便与我方图之 三是又使敌方离开某地 便与我方承虚而入 调虎离山的核心在一个条字 也难在条字上 如果敌方占据了有利地势 并且兵力众多 防范严密 此时 不管我们的目的是虎还是山 正确的方法是设计相诱 把虎引出坚固的据点 调要做到巧妙 灵活 引真是假 既要达到让虎离山的目的 又不至于弄假成真 让虎反咬一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